欢迎收看订阅无双 我是平秀玲 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轻松的新闻 这两天台湾有鲑鱼之乱 有蛋塔之乱 有卫生纸之乱 其中尤其以鲑鱼之乱 让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 这两天全台湾有199个人 到现在为止 5点以前还可以再改 有199个人把自己的名字里头 改了鲑鱼两个字 就是为了一家寿司店说 名字只要有鲑鱼 整桌吃免费 这件事情已经让护证人员忙翻了 今天内政部次长陈宗燕 出来喊话说 请大家不要再改名了 这会浪费行政资源 最近有一些商业的活动 也造成了民众 先引民众去做一些更命 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呼吁 虽然现在法令 给予民众有一辈子 有三次的改名的机会 大家想 我这次改过去 然后再改回来就两次了 那还是要珍重整个行政资源 因为这样的改名不只是耗费时程 也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一个行政作业 那我还是希望这个商业的活动 就让它单纯化 而且都在六都 现在有199个人改名 还有一个多小时 护证事务所不知道 还会有没有人去改名 到底为什么会有鲑鱼之乱 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来宾 台湾市议员谢龙介 大家好 前立委沈富雄 大家好 赞美品人邱明玉 大家好 我们看到龙介的桌上有蛋塔 这也是蛋塔之乱 昨天晚上有平台标错价 可以买蛋塔 所以今天也有到处 有人在排队拿蛋塔 我们来看鲑鱼之乱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鲑鱼之乱是因为 寿司狼这一家寿司店 推了一个促销活动 叫做你姓名里头有鲑鱼的人 3月17号3月18号 只有两天 可以免费吃这个寿司 而且一个人还可以带五个朋友 六个人同桌 那有网友看到这个行销 就在网路上说 这个活动真的太没诚意了 怎么会有人名字里头有鲑鱼 这太可思议了 之前在龟山岛的行销活动当中 也说里头有龟字的可以怎么样 那现在龟山岛都已经很难了 龟鱼就更难了 怎么会有人把名字取作龟鱼呢 没想到这个活动推出之后 17号 3月17号 在寿司店门口出现了很多只龟鱼 大家都改名叫龟鱼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两天到目前为止 全国的护政事务所 截至目前为止还有一个小时 不知道还会增加 截至目前为止有199个人 改名 名字里头叫龟鱼 这个吴龟鱼 红龟鱼 什么许新光 什么龟鱼 最长的这个字还50个字 连在一起 龟鱼 鲍鱼 什么虾子 加在一起 50个字 那统计起来呢 新北市人最多 新北市有57个人改 台北市有41个人改 第三名是高雄市 有41个人改 唯一没有人去改名字的是苗栗 有人说真的是苗栗国 如果在苗栗改了名字 要吃龟鱼的话 还可能要出国 现在没办法出国 事实上是因为苗栗 根本没有这家寿司店 对 全台湾有很多地方 是没有这家寿司店 所以为什么会这三个地方 排名最前面 是因为它有这家 寿司长的寿司店 那有一个人最倒霉 他叫做刘龟鱼 他改完名字之后 到了寿司店去吃 大吃大喝结束之后 发现他走错寿司店 他应该要去这一个寿司狼 结果他去了藏寿司 结账的时候 告知你根本吃错店家 所以他得付这一餐的钱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警察 也跑去改名了 那这是一个金融市的远警 他改名叫做 宜兰之子超出大深海鲑鱼王 这是一个警察 结果有人就问他说 那你每天去签巡逻箱的时候 你就要签 签这么长的这个名字 很麻烦 连内政部部长徐国勇都跳出来说 警察勤务跟他的名字没有关系 对他的名牌上 可能也要做这么长的一个名牌 那初缺席巡逻簽到 问题是他自早麻烦自己承担 请他在上班之前 他现在在请假 上班之前把名字再改回来 那另外台湾的民众 真的非常聪明 改名带朋友去吃 本来是这个促销活动 现在居然有人 一人改名 五人可以免费同行 开始揪团 于是就出现了黄牛鲑鱼 那改名之后 他自己改了鲑鱼 他告诉大家说 跟着他一起去吃的人 只要收六百块 你就可以吃到饱 那有收六百的 有收一千的 有人这两天赚了好几万 因为他一连吃了十几餐 因为他都是陪 他揪来的团客一起去吃的 那这件事情当然 非常的热名诚实斑 那另外呢 黄伟泽说他叫做黄伟鱼 那他梦然一口气 要加十二种鱼 那这件事情 刚刚陈仲彦说 实在浪费行政资源 叫大家不要这么做了 可是政治人物 又一起来蹭热闹 蹭流量 国民长的议员李雅靖 就跟陈其迈说 你不要先改名诚实斑 先摆脱陈庆记再说 因为高雄现在被笑是 庆记都市 鲑鱼之乱到底怎么来的 这是哪有这么多人 买去围着吃酥丝 把名字改 这个现象 应该日本人都吓坏了吧 他刚才说黄伟泽 他要改什么 黄伟鱼 黄伟鱼 一直念书说台南最好吃的三个鱼 你应该叫做黄三个鱼 你竟然跟他拖落 实在是这样 找的就好了 这个活动 书死路已经大贪了 很多人说他没贪了 你说他赚到了 还有评论说 这间书死路 店鱼钱没贪 他大贪了 因为这款书死路 最主要 他所做的就是 很多年纪里的书死 所以他上去一间 就差不多像 这个开店书死 这个火车书死这款的路 回转 回转 回转秀斯 所以这个 这次出来了就对了 这么多人那边 做生 这么大的媒体量的报道 我告诉你他大贪 一大贪 了想这个可以 你知道吗 这间了想这个 蛋头 这间大贪 他贪 卫星座也贪 为什么呢 因为卫星座 有人买一包一块 他给你买一包五六块 还算大贪 为什么 因为他要入去 那个买厂里面买 所以你去买那个卫星座 你再刷手买另外一件东西 对他的营业去开店就对了 他是贪 这个书死店大贪 他不是只有吃鲑鱼免费 他是进来只有吃什么都免费 当然了 就是说入来 所以你看有那吃了 比方看上去 吃了像家修的 那 你如果是有改名去吃 我告诉你 不要这样 靠书死店 好吃的书死店 拿起来 那饭怎么滴 他饭不吃 用什么 他刷饭吃 人家 握寿司就是说 那年纪里是刷米吃 他现在饭 他说要刷饭吃吃不几粒 他刚才吃顶头而已 譬如说干杯 他都选一盆 大家没介绍的那种 黑色的盆 只看黑色盘最贵的 他吃顶头 米又没有来吃 这样来吃更多盆 他就把那个 酥脆另外 踏在旁边 这谁说 这是投资人命 人家在说 天不用问你 已经数时点 你应该把他打包 给他带回来 所以这个弹塔 是怎样他了想 因为他做也做不够工 最主要弹塔 你不用再买白红 他是买你抗 买抗就好了 所以只拿那种抗 就可以去那些弹塔 你不用再做其他消费 所以这间 这间这是真的标凑架 在这间变台 叫什么变台 它是真的标凑架 是真的很瞎的 所以让你买去 买到彈塔的人 你是真的贪 因为你没有 其他消费的空间 但是改名 这是这样 空气材人结的 一世人可以改三次 各位士典 你很多朋友 我们一生 房地产的增值税 减免一次 只有一次 很多人没用 一世人他没用到 因为贏到不贏到 他要离开的时候 那间变台 帮给他的死亡就对了 既成既成金鸟 还在免税鸟里面 所以基本 他都没用到 所以不用白不用 所以刚刚内政部次长在说 你可以改三次 你再提醒他 你可以改三次 你看今天再多人去改 最后这段时间 只剩下一小时 只剩下一小时 你再提醒他 你又有三次的机会 所以你改一次 改做三末冠军 第二次就改再回去 你还可以改第三次 一次选到 所以这是政府 大家找一下就好了 刚才台湾在给我提醒 说 这你们台南起来 这寒曼公会 你说三次而已 两千几万人 要一百人去改 做一个社会新闻 就是说一个 数十一点这款的新闻 所以我个人就是说 这在我们的 这个生活当中 你就动作延会 延会好看 没多久 好笑而已 不过一开始 他做这个行销的时候 他应该认为说 反正不会有人叫鲑鱼 所以免费的这一项 应该很多 很少人来吃 那同英的 可能打九折 他觉得比较多 叫什么鱼的人很多 对叫什么家鱼 什么什么鱼的 很多 那可能就是打九折 其实这个行销活动 主要是要针对打九折的 没想到台湾 居然有这么多人 跑去改成鲑鱼 要吃免费 这对日本人来讲 这寿司廊 是日本人开的寿司店 他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这个促销活动 这个部分 基本上我觉得 不会有人来吃 结果每天都来 这么多只的鲑鱼 而且还都带很多朋友 他们应该日本人 想到台湾的人 会这么做 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我觉得日本人 没想到台湾 可怜之人争多 可恨之处也不少 我觉得对自己的名字 不在乎的人 有两种 一种虽然不在乎 但是他认为 名字对他的命运 有很大的威力 所以我曾经看到 一个医院里头 有一群护士 因为他们的慢性病 里头有一个是命理士 结果他真的骨骑如蝗之蛇 把这些护士的名字都改了 因为他们相信 他们就是命不好 但是几年以后 我看这些护士小姐 还是护士小姐 没有变好 你是说台湾传统上 就有改名改运的文化 对 改运的 改运的 所以这些人名字 是随时可以开刀 可以把它砍掉 但是他们相信这个名字 是有威力的 另外一种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的名字 也是随时可以砍的 但是他们是相信这些名字 是无所谓的 随时都可以改 因为他这里只有几天 他就要改回来了 为了一顿免费寿司 就这样可以动头 他再改回来 就剩下一次 那下次如果再改 就改不回来了 而且 有人就是不小心 这辈子都要叫鲁鱼 我有看了一下 昨天135个里头 有126个是六都 剩下9个分布全国 那全国当然都是穷乡闭壤 或者是没有这个连锁店的地方 那六都真的是大不能都在这里 因为寿司房只有在六都有开 那我觉得这些人 为什么我替他们捏了一把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去想 因为大概他们 你晓得他们的略证书 他们的户籍 他们的身份证 他们的奖状 他们的只要有名字的 都牵动了 都要改 而且他们将来如果追女孩子 女孩子的爸爸 说他带来我看看 要准月帐 要看他 他说你叫做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做刘鲑鱼 你想他带走 我竟然找得到 人家就说他马上要改回来 不不 改回来 他说傅琪克有讲 改回来的都粒粒还在 就是记录在 会留下记录 会留下记录 就是你全一个名字 法院通知你的时候 譬如谢龙健 袁 谢鲑鱼 是这样 会一直跟着你就对了 这辈子会一直跟着你 不是 还有这些人 到底目前有没有工作 如果他将来要做 好像很多都是大学生 不是 这些人将来要找工作的时候 那老闆 未来的老闆 问他说你多生多名 他说我去做刘鲑鱼 这刘鱼 不用想 所以这些人是轻挤妄动 但是我也觉得他们很无聊 真的这个世界中他们活得 真的无趣无聊 连一顿饭免费 也可以大动干戈 我想匪夷所思 不过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些大学生觉得有趣 就是你行销活动就是不让我吃 不让我免费 这是假免费 所以我就故意要去把你改成鲑鱼 让我就吃得到 就是吃得到你的这个行销活动 那当然好像也是年轻人的一种叛逆 叛逆的做法 所以有人也有教授司长说 如果这样的话 你下次应该说要提供双证件 你能改个身份证 你没有要改个健保卡 所以你加了身份证加健保双证件 你就可以避免这么多人 可以临时性的改鲑鱼 不过这件事情现在真的变成很热 那大家对这看法 到底是这个行销的公司太过于扣� 觉得不可能有人叫鲑鱼 说我用这个方法 还是说台湾人实在太厉害了 可以突破这种障碍 他真的太小看台湾人就是 不能说贪小便宜 但是台湾人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坦白讲我们还开玩笑讲说 如果未来就是如果说 那个房子 房子也可以这样奉送的话 我愿意改名叫秋帝堡 但是房子可能真的很难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改名 虽然是三次的限制 可是它没有限制你时间 就是说我今天改 可能我明天就可能 你可以改回来 那如果说我是觉得内政部在那边 对嘛自己改一下细则 对就是如果内政部在那边呼吁说 大家不要浪费行政资源 你不如就直接再订定 就是说你要多久 譬如说你可能半年之内 你改了名字 因为你不是开玩笑 所以你半年之内 不能再改回来 那你看如果说 你要背这个秋鲑鱼 刘鲑鱼 你要背半年的话 你愿不愿意 而且你可能还要牵涉到你要改 你这个方法不错 对啊 所以你要限制时间 比刚才内政部次长 陈宗燕聪明多了 对啦 这个是就是 我是觉得这样的看法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包括双证件 你什么健保卡 还有影响到你的信用卡 所以我觉得时间点 这才是一个重要性 那第三个 我觉得就是说 还有一些人 刚刚秀琳也讲到 这个赚钱的部分 就有些人一两天就是 鲑鱼黄牛 对 这个赚钱就是赚 大概一两万 可是你为了一两万 去改这个 这个我还是会觉得有点滑不来 但可能是我们跟年轻世代 还是会有一点落差 可是我赞成龙晶哥讲的 这次是这间公司赚到 因为坦白讲 就是说你要去登广告 不管是电视广告 网路行销 网路广告 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可是你现在看起来 他可能全台的 这个寿司大请客 他可能也花不到 大概几十万 几十万 你是相比广告费的话 坦白讲 这间公司是赚到 现在基本上全台 都知道这间寿司店的名号 所以我会觉得 他的行销策略是蛮厉害的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 事实上以前 为什么可以改名 因为改名是 给大家一个方便 因为譬如说 有的人会认为说是 大家把方便当随便 对 就是以前是因为谐音 像我有些同学 譬如说有人叫做 什么伟姓 有的人 蒙姨 蒙姨 或是伟姓 就是说他那个 人家小孩子都很皮 喜欢看人家玩笑 譬如说有人什么 英经有没有 就念起来就很不雅 所以他是觉得说 你名字 譬如说国语分台语 可能不雅 他让你有改名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你跟那个通系犯 或是有些杀人犯 你跟他同名 我记得那时候 改名最热烈的是 陈静心 那时候当时陈静心 案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 因为不想叫陈静心 所以就去改名 那个就是说 给你一个方便 还有就是说 你这个全县市的人 比如说我们台北市 这个县市的人 有人跟你同名 造成你的困扰 就是说给人家一个方便 就是你现在把方便当随便 所以其实改名 是一个人格权 那个当时我们还 以前改名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去改名 就后来他觉得 他自己名字不雅 他要去改名 就陈政事务所的人 不让他改 他说我觉得 你这个名字没有不雅 我雅不雅 关你什么事 我自己觉得不雅 这主观嘛 就为了这件事情 还去打宪法官司 后来才有所谓的 这个市县399号 我们这个法律系的案例 大法官市县 告诉大家可以这样子 随便改名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可以改名你 你陈政事务所的人 不能阻挡我 那时候还有一个宪法 所以你就说 当时我们是把这个 人格权 改名叫人格权 看得如此之重 现在就感觉 就是比较随便了 不过这应该也是个 世界奇观吧 就是说为了吃鲑鱼 打这么多人去改名字 这除了台湾之外 全世界其他地方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吧 我觉得这 我高度怀疑 是从头到尾就是 公关行销配套的一部分 不是说那么多人 就是说你这个行销公司 要打这个广告 花一点点预算 找几个安装去改名 炒一炒声量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那会不会有一大堆人 因此而跟风 通通算他赚到 这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 这是全世界最 可能最成功的几个 行销案例之一吧 成功的行销案例 不 因为重点已经不是 谁叫鲑鱼 重点是 就是民主里头有牛的 吃牛排免费 对 我蛮期待这样子 那我改都不用改 我就免费 我请大家去吃牛排 对不对 希望大家比照办理 但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可能是 他一看就是 一定都有人讲没诚意 那他就有几个安装说 我就改了 你说是整套的行销 他不可能那么多人 但我觉得他 适度的下一两个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东西炒出来 弄一点点新闻什么 那不就刚刚好而已吗 因为大家都习惯 看这种东西 对 龟山岛有两个 我鲑鱼也来个两三个 两三个也够 也够炒一波新闻了 我认为他们当初 设定到这 我觉得有一点点 公关行销 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 那问题就是说 大量跟风这件事情 始料未及 你看 连警察 连警察都去跟风了 大量跟风 就算行销的额外 赚到的东西 因为其他他当初 没有预设这样 我当初这样的预算 我打算做这样的规模 换到这样的升量 但这样一大堆 然后变成全国皆知 所以是行销成功的案例 那至于大家 就像刚刚明玉姐讲的 改名是人格权 有那么多的时间 你就去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年轻人 你不支持一下年轻人 不是 我觉得这不是 知不知识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这个反映出年轻世代的极度苦闷 你知道这年头 跟我们上一个世代的奋斗过程 跟那些人生局本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世代的人 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跟成就 好像跟上个世代的 发展不太一样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小确幸 有趣的事情 好玩的事情 然后跟风 然后也就觉得说 我如果有很多声量 很多人关注 这就是一种人生的成就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模式 他们一天就可以改回来了 这是这个世代的模式 而且这些人物也助长 你们叫鲑鱼 我就叫石斑 然后叫鲑鱼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样子 就是政治人物 为什么去写这些东西 就是要声量 就只是为了声量而已 那大家 我觉得什么样的社会 就有什么样的政治 如果大家就是说 有声量高的人就会赢 声量高的人就会当选 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出来 但这样的政治 是不是好的政治品质 有没有助民主发展 这就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行销模式 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就是非常糟糕的危机处理模式 这个非常糟糕的危机处理模式 就是王定宇的绯闻事件 本来以为他四个道歉 结束了 这一回合暂时告一段落 下次可能要等到选举 或者有其他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才会再有人来讨论这件事 没想到他今天一大早 自己去上一个广播节目又大爆料 那这个爆料很多的内容 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明明你已经道歉了 这件事情要结束了 可是你似乎又继续让大家觉得 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真的 这件事情本来要结束了 但是因为他惹怒了他同党的立委何欣存 所以这件事情又没完没了 那整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以女性受害者来讲 严若芳应该算第一名 那今天王定宇又消费了严若芳 他说严若芳对我来说就像是哥们而已 我相信搭过他便车次数 比我多的男性政治人物 比比皆是 他很热心 就算要绕路也会在 所以他接送我只是小case 他在别人还比较多 那另外问他说租房子的合约的问题 他说我们都是认识的朋友 不会有合约 价钱也不是重点 不会打合约 那怎么付房租 就是每次上完政论节目通告费的信封 就直接丢给他当作房租 这真的是非常这个轻率的说法 那另外他还问说房租是你交的 还是你太太去交的 那他是说我太太知道我要出这份钱 就是我要有这个房租的支出 我是拿通告费来交 通告费拿了就直接交给他 现在是他自己交的 那他又问 周日寇又问说 那颜若芳要报税吗 他说十月到现在 他五月才要报税 好像是提醒颜若芳 你不要忘了你五月的时候要去报税 颜若芳其实真的很麻烦 他不只今年五月要报税 他明年五月还要再报一次税 因为有今年一月到三月的房租 所以他连这两年 颜若芳都要为房租要不要报税 这件事情被缠上 那另外周日寇又问他说 你房东房客的同事关系要怎么正常化 还是你们可以一起上节目 他居然说你现在立刻打电话给颜若芳 问他现在要不要过来 周日寇问他 那蔡英文总统对你这件事情有没有说话 有没有骂你啊 他说没有 一通电话都没有 这是我的私事 不是公事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整件事件当中 第二个女性受害者是她的太太 那她说她其实经济大权都在太太手上 薪水从结婚开始就没有了 账户都在她那里 没事她身上只有几百块而已 那另外她问说 为什么太太没有跟你一起出面开记者会 王定宇说 我有跟她说 这种事情一般都会夫妻一起出来面对 不过她太太说 你不要叫我 然后呢 她又说主动爆料 她说她跟颜若芳 绝对不是所谓的同居关系 她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空屋 没想到房东会回来住 那偶尔 大家会变成同进同出 她觉得这一个孤男寡女的确是不适当 但是她说她真正有同居关系的是中部某女性立委 她说的是我读成大的时候租三房两厅 有一个房间分租给现在中部女性立委 她是我学妹 那才是同居 那这个中部女性立委是谁 其实周玉寇有逼问她 她没有直接说 但是大家一看 民进党的中部女性立委 就只有这一位了 就是何欣纯 那果然何欣纯自己也非常生气的跳出来 主动要表达这件事情她很不高兴 她说为什么要把大学的事情扯到她个人身上 她说她发生的那件事就说清楚就好了 因为东扯西扯到最后你说了一百个谎 还是没办法圆那个谎才是最糟糕的事 所以何欣纯从头到尾都觉得王定宇在说谎吗 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 不要再招 何欣纯来修够 二职渣男莫尺为胜 好 人家台湾会说 老是虽然疯不疼 拜托 人家是要不出家的修备 你后来恶纯 你自己敢 要快做什么 还是怎样 姓丹嘛 女儿子你不姓丹 说什么 处随你 我们都知道 处随你处随我你好等你你来看看 你还有生死你也不能进来对不对 你处随我我如果处随了呢 他说什么 本来随他只是一个闲置空间的处随 他不知道他怎么会来睡 我处随 事情大了 是处随你了 处随你了 处随你了 处随你睡 拜托 人家怎么处 你才有替人想 你做一个女生 人家说 做餐不忘了在乡里 初诈不忘了在乡里 人家宝后三七七八堂 砍到三四台 一天我一个人都要大大大大 你可知道 大大有四台电视台没在握 他现在怎么 好 怎么挺兴起来 所变他能炒作台湾的媒体 还去敌兼媒体 你看你给我讨问 如果正常记者跟他赌就说 你是不是要来收门 你后边是共产党在你后边的那种 他对记者是这种的态度 你会去特定的媒体 来你一搭一搭一搭 实际上 孙林明泽 目处为心 这我说 今天我本来第一个人 最为苦是他的太太 今天你来看这个 发言人 男生者 让你超大脚踏这种 脚踏到这样 最后一只大脚头 再把它刷入 六正下酒 这些男生 你看看 像他今天说这些话 对了 王大白说 说这些话 这些男生 他让人来探听 刚才大人都说的 你如果改一个 改一个国家的名 你中人 想要把钱金收账给你 你看看 如果让他说到这些男生 你敢要再刷 你敢要再刷 世间有这种人 这渣男就莫此为生 不是这样 而且是恶劣的渣男 真的要说的 这个 构树是万地穿柜 还有一个 補刀 補那几个 还要不堆 现在这条在那边 不清楚了 我就已经说了 王李长和李李长 你们两个就比较勇敢的 四家处理说不疼 不能台湾 这个是非不分就对了 这事情让我让他感到 他终不过 最好我今天看这个节目的人 比海贼你们最好出来 我陪你 你买出来我陪你 这一天可以让这种人 继续这样拗 这样台湾真正 没有死亡极丹 年轻人 你眼睛就赔给金 这只说他爱台湾 就是这样 你冷静一点 我们先去往后 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 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 深入的追踪 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频道的会员 专属的影片 专属的徽章 我们不懈不散 王定宇的飞闻事件 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幕 最主要原因就是 王定宇不断地出来放话 我们看到包括颜若芳 今天被他讲得好像是 到处载人家 到处被人家搭币 相信他搭过的便车次数 比我多的男性政治人物 比比皆是 那另外呢 他今天点到核心 核心存居然跳出来说 你不要再说谎了 你讲一百个谎 也没办法圆那个谎 真的非常糟糕 那核心存是民进党的 他怎么敢这样子 茗玉 他敢不敢 怎么敢这样 我不晓得 但是就我了解 是说核心存出来 讲这件事情之后 连绿的都觉得说 王定宇有点过分 然后帮核心存叫好 甚至大家还在开玩笑 讲说核心存 可以出来选台中市长 因为他现在发出了 正义之声 正义之声 因为他最后就讲那个 就说什么 你讲了一百个谎 还是没有办法圆那个谎 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那大家会认为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正义之声 这个核心存 那坦白讲 就算就是王定宇讲的说 把核心存扯下来 就说他们在学生时代租房子 问题是你学生时代 你跟现在是不能比 因为学生时代 大家都比较穷困 可能没有那么有钱 就是大家又单身 所以等于租房子 是很常有的事情 男男女女 而且核心存也讲了 那个房子是三个房间 四个人租 那你拿学生时代的事情 去类比你现在这件事情 坦白讲 我是觉得真的蛮失言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还在同时 人家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租会馆 如果嫌八千块贵 因为他昨天也有讲了 八千块是一个玩笑话 那他为什么不租会馆 如果你还是嫌那个贵的话 他就讲说那个会馆 冷气太吵 冷气哄啄啄 问题是大家讲说 你是冬天开始租的 你冬天哪有在开冷气 这不是也是有点over吗 对不对 然后他又讲了就说 因为他不想要住会馆 不想跟政治人物 好像早上都在立法院 碰到一大堆政治人物 晚上又住会馆 又跟一大堆政治人物在一起 那又被人家打脸 那你其实如果你跟严若芳 如果也有这个同居 同同租之宜的话 严若芳也是政治人物 那你就不会觉得很烦吗 所以有些东西是他 没有办法解释的 那是一百个谎里面的 其中几个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要再 就是本来大家都以为到 昨天就已经接 大家都觉得结束了 对 就自己失言就变成一个话题空间 我最后要讲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若芳可能有点不公平 包括他今天讲说 什么很多男生都去坐他的车 这样子好像把他 我难听一点 就把他讲成像 好像公共公车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出笔 不太好 那就我了解是说 其实严若芳本人 他其实也想要上节目 但是我觉得他是想要讲 那个公领域的事情 包括民进党最近要下乡 讲那个藻礁什么的 因为他身为民进党发言人 本来就是对公共议题 他不是说他现在不发言了吗 对 可是就我的了解 他其实不是他自己不想发言 是他的长官 他的长官不让他上节目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非常不公平 是因为那为什么男的可以 那女的就不行 那女的也是发言人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说你规定女的不能上节目 我说民进党部分 如果你规定女方不能上节目 那为什么男的又让他爬爬灶 而且现在只有听男方的一面之词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你的意思是说本来严若芳是想要亲自出来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严若芳 有人劝他啦 出来开记者会 干脆一起出来说清楚 包括连他自己买房子的那个同学 一起出来 那严若芳要不要出来 这个是 这个是他自己决定 我的意思是说严若芳也想要 这个说出来上节目 对公领域的话题 想要付出政论节目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藻礁啦 能源政策 他也可以讲嘛 他是有意愿 而且也答应了 后来他就是 比如说他传简讯给制作人说他不上节目 是因为长官叫他不要出来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民进党会对女生来讲是不公平的 这一点我有 所以你们过去民进党的文化就这样子吗 女生就是 我不太同意 那个 他的看法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就是 黄定宇嚣张了嘛 他在感觉上 已经快快进入尾声了 所以他话就多了 因为信心回来了嘛 他小的没事了 他在忍三天 所以李世奇壮 主持人你记得礼拜二 礼拜一 王世坚在这里 说你看这个 我原表现这么好 我想事情也该落幕了 我就讲 世坚啊 这个落幕不落幕不是你决定的 要不要落幕 要看这个咔大不大 还有看看他危机处理的方法 合理不合理 那他今天讲这些话 其实证明一件事情 我认为何欣纯出来讲话 不是要洗白自己 他本来就是白的 大家都听得出来 王定宇讲的话 就说大学生时代 这个是很平常的啦 大家坐在一起 也没有怎么样 他是把那个扯到 他跟袁若芳的关系 何欣纯为什么会跳起来 因为他是女孩子 他就是真的 没出家的女孩子啦 龙隔生的 你喔 我说你头发说 很疲惡 你头发说袁若芳 是没出家的女孩子 怎么能买入来 我说有出家的女孩子 对不对 所以何欣纯他要把 这个女人的本能 你扯到我 不管我有没有被染污 我总是要讲话 但是何欣纯 他顺便帮袁若芳出气 他就是说 我本来没事的 其实你也没有惹到我 其实真的是没有惹到我 但是他非讲不可 我倒是觉得 由这件王定宇处理 那个袁若芳跟何欣纯 可以看出 当一个绯闻发生的时候 当事人如果是真的 或者是假的 他当下 当第一时刻所反应的表现 完全不一样 今天何欣纯就是没事 没事的人就是这样 没事的人音量大 没事的人产音快 没事的人讲得很彻底 那如果袁若芳跟王定宇没事的话 第一时间点 袁若芳的表现 就会像何欣纯这样 他不需要躲这么久 他也不需要长官指示不指示 有啊 可是对啊 明明有时候长官指示不可以出来 我觉得这个指示猜测而已 我觉得真的没事 真的今天的袁若芳跟王定宇 就如同当年的王定宇跟何欣纯的话 那第一天 第一天袁若芳就会像何欣纯这样 跳出来讲 我们这个没什么哥们嘛 我本来就都没有男朋友的生活 也把他不堪成是男人 不可以讲嘛 但是他为什么不讲 他为什么躲起来 就是心中有鬼 这个鬼你再怎么场 大家都看出来你有鬼 可是我觉得何欣纯有一大部分 还是这种所谓的 发出正义之声的概念 就是说到现在你都还在扯别人 在消费别人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点 还是说你自己说了一百个谎 你没有办法圆那个谎 就是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他还是对于他的行为本身有意见 倒不是为了他自己 有没有这件事情在发生啊 是不是 我们大家都讲说 不要去评论政治人物的私领域 这我同意啦 但我觉得比如说欧美国家 他们就可以把公司之间的事情 分得非常开 然后这是一个一种价值的判断 这一点我部分同意 但问题是 人家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 对于政治人物说谎 那叫林荣忍 当初美国这个总统 并不是因为他去窃听别人而下台 而是因为他说谎 他说谎的激政被全民所知道 所以他要辞职下台 他要被弹劾 但是我们台湾对于政治人物的标准 好像有的时候都还蛮宽松的 就是说出事的时候就说 司令与公与要分开啦 自己说谎的时候就说 难免啊 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风气不可取 那何欣存今天确实是正义之声 因为他讲 而且他讲非常明确 你要讲以前分租的 好歹资讯要对嘛 因为何欣存的版本是四个人一起租 而且是两个 一个学姐 一个何欣存 还有王定宇跟某个学弟 跟王定宇讲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对 他讲的是两男一女 所以你王定宇到底是在东拉西泽 还是怎么样 还是你只是要转移焦点 我觉得这都很糟糕 那再来这件事情 受害者三位嘛 这个如同荧幕上所显示的 一二三都是女性嘛 这个民进党范云委员 这时候怎么不讲话 因为每次只要出这种事 不管他是公是私 是权势还非权势 出这种事情的时候 倒霉了哪一次不是我们的女性朋友 难道不是男生出来东拉西泽 东讲西讲 然后女生就像明玉姐刚刚讲 竟然被下封口令 竟然被下进口令 我认为何欣存 等于某一些层面在隔空深远言若方 因为这整件事情上面 他是不能讲话的 是谁在压迫他 如果真的事情 真的那么光明正大 为什么他不能讲话 你在躲什么 你在藏什么 你在试图掩盖什么 那如果民进党的执政 一方面标章 女权要进步 我们还有个女权斗士 挂在不分区的第一名 然后自己党内出这种事情的时候 这个人不讲话的时候 那请问你们的价值是在骗人 还是你真的有在捍卫 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 你都不说话 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 我完全同意大老所讲的 如果心中没有问题 第一时间 讲都讲得非常清楚 也不会延烧成这样 也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照片 大家还要装没事 那我是建议这个学长 他是他讨厌人 我是蛮丢的 王学长 王学长要像个男子汉 挑起来 要道歉就没事了 不要再东拉西车 讲也有的没的 听广告 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 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 深入的追踪 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频道的会员 专属的影片 专属的徽章 我们不见不散哦 我们不见不散哦